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來歡迎來到我們的112年的學測 考前衝刺第三測的部分 那前兩測呢 各位同學都非常的支持 有得到了非常大的回想 老師在這邊感謝你們 但是考試真的快要到了 趕快把這個影片 譬如說你可以傳到你班上的群組 譬如說傳給你的一些學弟妹 傳給你的同學 甚至你的學長 傳給學長你怪怪的 那讓他們去練習 那下方資訊欄呢 都有我們針對這個章節所挑出一些 還不錯的題目 讓各位同學去演練 OK 那有一同學在問說 老師那第三測跟第四測 都會有所謂的數B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那第三測呢 數位跟數B它的重疊性比較高 大概只有一點點的部分 就是屬於單純數B的部分 這個我會另外調出來講 那第四測呢 跟數B的這個 就比較脫鉤一點 那比較多單純數B的部分 我會講比較多 那所以大陸同學大概稍微 等一下在看影片的時候呢 特別注意一下 OK 好來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單元 叫做三角函數 那三角函數的部分呢 從高一下的三角比結束之後呢 高一上緊接著三角函數 這個會比較合理一點 因為有些版本 把三角函數變到比較後面章節 這個就不太合理 你怎麼會預料到呢 小朋友過了一個暑假後 還懂什麼叫三角比呢 他搞不好全忘了 什麼叫SI 呵呵不知道 什麼叫cos 哈哈殺小 對不可能了 所以通常來講的話呢 比較正確的交法 就是在高一下的最後一張 交三角比 然後在暑假的時候呢 稍微複習一下三角比 然後加一點點三角函數 然後到高二上的時候 進階這樣過來 好這是比較適合的交法 當然一開始 你可能不知道 108克剛一開始的時候 老師都不知道怎麼辦 照著課本交 課本又 編的順序又不太對 所以就很糟糕 OK 來那我們看一下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加了很多 就是以前高三的部分 但是他其實 還是沒有脫掉他的重點 第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叫做二倍角公式 對沒錯 二倍角公式 我們送他兩隻星星 超級重要 OK 那再來呢 這個函數圖形 函數圖形 我們等一下講到波動理論 還有這個正與弦函數的疊合 我們都給他一個愛心 為什麼 因為他在學測裡面 算是新的考題 算是新的考題 在以前有列入學測 後來被拿掉 然後之後又再放回來 變成高二要教 不然以前的話 都是高三在學了 所以他的樣本數比較小 我覺得各位同學 對於這種比較 新加入108課剛的東西 你還是稍微要看一下 這樣會比較OK的 好 來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章節幫各位同學 所挑的題目囉 來假設X屬於時數 那F會得 對第一小題 另 G會等於Size 加上CosX 如果你有買我的課程同學 應該知道我們的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叫提斜邊 沒錯 提出以1和1為兩股的直角三角形的斜邊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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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叫根號2 所以提出來的時候呢 叫做根號2 好 叫做根號2分之1倍的Size 再加上根號2分之1倍的這個叫CosX 好 這是第一個步驟 提斜邊 來第二個步驟 化成合角公式 來Size要配誰 盡量讓他配Cos 所以變成Cos4分之π Cos配誰 盡量配成Size 好 也是4分之π 所以這兩個配完的結果呢 他答案會變成根號2倍的 來這裡是Size的合角公式喔 這裡是AX再加上所謂的4分之π OK 好 那這邊寫到這裡呢 我們的函數就把它合成一個函數了 兩個函數把它合成一個函數了 那這邊呢 我們會牽扯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這個我們叫波動理論 好 這個叫波動理論 你大學齁 好 如果學到所謂的光電類的 跟電有關的 好 這種東西三假元素 你們會一直不斷的碰到工學院 OK 來 那我們舉個例子齁 Y會等於A倍的 來這個叫Size 這個叫B倍X 減掉C 然後這邊再加上租 這個ABC租所影響的東西是不太一樣的 其中A會影響到什麼 A會影響到政府 從平衡點到最高或到最低的距離 這個叫政府 什麼叫B呢 B會影響到週期 完成一個完整的波所需要的時間 當然或是你可以看成是角度 再來C租是所謂的什麼 C租是所謂的基準點 基準點 為什麼用基準點呢 因為我們在講函數圖形 它是一個連續的概念 你哪裡可以找到它的起點 對 所以我們會特別去定義出來一個基準點 像Size我們就定義成00 Cosize我們就定義成什麼 對 沒錯 定義成01 那我們基本上可以看這個就可以做答案了 基本上看這個是什麼就可以做答案 但是我們還是用比較保守的方式 我們講最延遲的 我們用畫圖 我順便帶你畫個圖 畫圖必須要具備四個條件 一個叫最大值 一個叫最小值 一個叫周期 一個叫基準點 我帶你畫一次 你看有些同學程度比較好了 其實你直接看這個式子就可以做答了 好 那都沒有關係 我帶你畫圖做一次 最大值怎麼做 你看Size Size 最大是1 乘上2 乘上更號2 變成更號2 最小是-1 乘上更號2 負更號2 周期 欸 這個X前面乾乾淨淨 清清楚楚 完全沒有夾雜任何東西 沒錯 它就是2拍 跟原始的一模一樣 好 那這個周期會變呢 我們在那個 那個 會員影片我們有講到 有很多的提型 可以讓你的周期會改變 那些提型盡量把它全背起來 因為對你會比較幫助 來再來基準點 這個每次講到這個基準點 大家都很尷尬 我們用一個圖形來解釋 Y會等於A倍的X平方 欸 老師這個是二次函數 我跟你講函數圖形的平移 全部一模一樣 A倍的X平方頂點坐標叫做00 如果今天我的函數圖形 它變成A倍的X扣掉H的完全平方 再加上K 這個時候你的頂點坐標就變成了HK 咯 怎麼做 令它等於0 A可是等於H Y等於K 欸 再來 令它等於0 A可是等於多少 叫做四分之負拍 對不對 那Y坐標就是0 沒錯 基準點 來我今天帶你畫一次 我先帶你畫一次 來畫圖的時候呢 我們先把東西 該架構的東西把它架構出來 我們先把該架構的東西把它架構出來 來這邊 這個叫二分之拍 這個不會耽誤你多少時間 好來這裡是二分之三拍 來這裡是二拍 原本最大大到1 最小小到負1 現在最大大到 欸 根號2 最小小到 負根號2 等一下喔看一下喔 不要畫錯喔 好 負的根號2 來從哪裡開始 從四分之負拍開始 四分之負拍在哪裡 四分之負拍在這裡 各位同學周期是二拍 四分之負拍 再加上二拍 叫做四分之負拍 沒有罵髒話 真的是四分之七拍 這個四分之七拍 OK 來這個兩個之間 的終點 中間的 因為我們有四個向線 要把它分成四個區域 我們先兩個相加除以二 四分之三拍 四分之三拍在這邊 這兩個再砍一半 這兩個再砍一半 好 我們針對綠色我們要畫圖囉 還記得賽的圖形嗎 來賽我們給他畫一個可愛的十字架 賽一二向線為正 三四向線為負 賽零 一 零 這裡到負一 來所以開始開始開始 兄弟們開操啦 來賽開始 零 一 零 負一 零 對 所以他的圖形變這樣 變這樣子 咁咁... 咁... 我們沛音 我們只要畫一個周期就 can 搞定 所以告訴我正幅是二 NO 更好 ống iff 最大的是更好 對對對 最小的是更好 周期是拍 八波啦 二拍啦 對稱 x 等於四分之拍 四分之拍哪裡 是不是在這裡啊 这里是四分之拍 对没错没错没错 周期是 那个图形有对称于四分之拍 没错所以打勾 所以A B 1 没错就是这一帖答案 各位同学对于这个图形的基本画法 当然考试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复杂一点点 但是只要掌握住我们原则 最大值最小值周期基准点 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原始函数 这样去画出来 画出四个象限 口诀拉出来图形结束 画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不用画这么多个周期 好吗 好 来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来第二题 当A格式属于实数的时候 如果今天A格式为M的时候 则会有最小值叫做N 那求最大值跟最小值为何 求最大值跟最小值为何 好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稍微来给它调整一下 来第二小题 现在的F of X 来把它调整一下 两倍的Size 再加 再乘上Cosize 写错了 好 乘上Cosize 减掉三倍的Size 再加上Cosize OK这没问题 没问题 来这边我们直接使用到参数代换 我们假设T会等于多少 Size 加上Cosize 设参数找范围 T会借在负根号2和正根号2之间 这个东西我们刚刚就已经证明过了 我就不再多证明了 很厉害到最后会叠合嘛 对不对 最大值根号2最小值负根号 你看图形还在这边还没插掉 老师那你这样的话我知道 你这边要把它假设为T 你这边怎么办 平方啊 对啊你要相加求相成 按你的平方 平方结果会变成Size 加Cosize 会等于1 再加上两倍的相成 耶 来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两倍的Size 乘上Cosize 会等于多少 这个叫做T平方减减1 OK这样没问题 没有问题 来那所以我们原本的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参考 叫T平方减1 T平方减1 这里写错 好这里叫T平方减1 好来那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的Fx就可以做一个调整 它就会等于 来这个叫T平方减1减3T 那你写完这个二次函数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诶 诶 诶 老师 这个二次函数开口朝上 对啊 开口朝上的跑路线 顶点会有最小值 求最小值方法我们使用 诶对配方法 来开始进行配方 配成 一次像稀疏的一半 好展开来 多加 T平嘛 减掉两倍相成 多加四分之九 所以你要扣掉四分之九 再减1 OK 所以它就变成了 T减掉二分之三的完全平方 减掉四分之十三 所以顶点坐标 就是二分之三 四分之负十三 诶 T等于这个时候 T等于二分之三的时候 会有最小值 错 为什么 你的T的范围是接在 更号二和负更号二之间 对啊 更号二就在这里 你没有发现 更号二是1.4多 这个就1.5啦 来 更号二和负更号二之间 所以你的范围是有限制的 你是限制在这一个范围内 这个怎么写的 好像三条等号 我先改一下 这写的好像三条等号 这个是T 会等于负的更号二 我是在这个范围内 你在这个范围内之间 你要找寻所谓的最小值嘛 最小值嘛 最小值我是不是挑这个 对啊 我是不是挑这个 所以我们得到一件事情 当 t等于 更号二的时候 才会有 所谓的最小值 我们把更号二丢进去 我丢进去这一式 更号二平方是2 2-1-3更号二 答案就是1-3更号二 yeah最小值 就是n 来 那这个时候的此时 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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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是什么东西啊 此时是这个家伙 应该是我刚刚 因为我刚有写一个那个 更号二倍的sine x加四分之拍 因为我要写这个才对啦 这个时候他要等于更号二了 对不对 换句话说 这个家伙要等于多少 等于1 对不对 所以我知道x再加上四分之拍 他的答应该等于多少 sine 0 1 0 这1嘛 所以这个角度要等于二分之拍 OK 其实这个答应不太对 为什么 因为他的x是属于时数 所以你要考虑到他所有的统界角 你要考虑到他所有的统界角 当然考试应该是不会这样考 考试应该是不会考到他的那些统界角 OK 所以 我们还是这样写 因为这个题目他竟然是这样出 那我们就给他写他所有的统界角 所以当x会等于m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m 这个m比较多 这个m比较多 OK 那如果说今天他的考试 他并不是这样子 不是不是四分之副拍 是四分之拍 如果他考试并不是这样子考的话 譬如说他的x角度现在0到2拍之间 那你答案就直接写四分之拍就可以了 OK 但是因为这题的x是属于时数 所以 我们的角度要考虑到他所有统界角 OK 以上就是我们的三角函数 我们大概的方向 然后我们再举一些例子 让各位同学稍微了解一下 他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OK 所以如果没提 我们赶快进入到的是下面的章节 好我们进入到的是第二个单元 这个叫做指数与对数函数 那这边呢我们把高1的数与式里面指数与对数 拉到这边来一起讲 那这边呢其实在考题里面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他有什么样比较重要的提醒呢 像第一个指数的运用 我们给他三只星星 这个几乎是每年一定会考的啦 这个稍微要特别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 OK 再来指对数函数图形 就是单纯只有考函数图形的这样子 平移啊伸缩啊对称啊 这个我们给他一只星星 OK 再来对数的应用 我们给他一只星星 对数应用比较少考 这是真的 对数应用比较少考 因为指数可以去掺杂的题目 他的素材会比较多 你在出题的时候要了解到一个重点 就是你命题教授要出题 他的素材够不够多 他可以出的方向 因为我们现在常常讲一些情境式的题目嘛 或是所谓的素养题 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找到的例子 指数会比对数还多很多 OK 再来偶尔会考的指对数不等式 那指对数方程式就真的蛮少考的 对 指对数方程式就蛮少考的 就你就不要太着重在那个方程式的部分 不等式要特别注意一下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题目吧 他说 假设A1 A2 A3 A4 则下列何者是正确的 这个我们竟然把它画成指数了 好吧 所以第一小题 好 譬如说A1 这个根号10 这个叫10的2分之一次方 B会等于10的4 不是A1不是B 是A2 我瞎不到 我写这里好了 这个叫A2 这个叫10的4分之一次方 这个叫A3 会等于10的8分之一次方 这个叫A4 这个叫10的16分之一次方 OK 好 在里面当中 你告诉我谁应该是最大 谁应该是最大 这个叫做指数函数部分 对不对 你画一个指数函数的图形嘛 它会等于A 一定会过什么 一定会过01这一点 这个叫做Y会等于10的X次方 因为它是一个递增函数 所以X越大 其值越大 对不对 所以A1一定是最大的 没错 这搞定 因为1分之1它是一个最大的数 这个消掉 B选项再搞定了 OK 那C选项呢 同体相乘 A指数相加 所以C选项 我用白色笔写了 所以A2乘A3 这个叫A2乘A3 同体相乘指数相加 变成10的8分之1加4分之1 这个叫做8分之3 来这个叫做A1乘上这个叫A4 这个叫做同体相乘指数相加16分之9 好 这个叫16分之9 16分之1嘛 然后再叫16分之9 那8分之3会等于多少 8分之3会等于16 乘两倍嘛 16分之6 16分之6和16分之9谁大 很明显的就是16分之9会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第三个选项是错的 第三个选项是错的 我用橘色橘色橘色 因为它应该要转向转向 来 再来 珠选项 珠选项就很明显了 珠选项一定错 它不可能成等差 对啊 不然你看看嘛 你看看这两个相减 会不会等于这两个相减 但是没有啊 怎么可能 所以珠选项是错的 1选项 这个就可以看了 1选项这个就可以看了 为什么 来你看喔 所谓的1选项 因为珠选项这个东西我不用算 算这个点太瞧不起你们了 来各位同学 这个叫做logA1 它是log10的2分之1次方 那是不是可以抽值 这个2分之1是不是可以抽值 log10是1 那是不是2分之1 所以log我们讲过嘛 它是指数 欸老师不是对数吗 你上过课知道 log是指数 表示帧数的指数 帧数的指数 帧数的指数 OK 那所以来告诉我 logA2是多少 那很明显的 刚刚那个抽值2分之1 所以这里就是 4分之1 log3 logA3 logA3 它会等于8分之1 logA4 它就会等于 16分之1 所以2分之1 10分之1 8分之1 16分之1 公比是1分之1 所以1选项 叮咚大咕 噶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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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 所以这一个选项 选A1 就是1跟5 这没有问题 来第二题 就是计算问题 很多学看到这种题目 就当场暴毙死亡 哇塞老师 这个也太难了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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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它A 你要看它A 它问的是A的范围 A1 A2 A3 你不用看它是一个正数 所以这个其实在骗你的 你把这个移过来就好了 好 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从这个式子我们知道 A 它实际上是小于A1 乘A2 乘A3 不要被他骗 这个勒 A实际上是大于A1 乘A2 乘A4 不要被他骗 拜托拜托拜托 来同底相乘 指数相加 我们就让他的指数 稍微给他加一加 好不好 来换句话说 我的A 所以写到这边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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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2 A4 我会比这个大嘛 所以它是不是10的 A1是谁 1分之1 然后A2是谁 1分之1 A4是谁 1分之16 会小于A 会小于10的 这是1分之1 加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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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 我就这样写而已 好 这次把他的过程 慢慢的给他推出来就好了 慢慢的给他推出来就好了 来 所以各位同学 我换个颜色 不要跟旁边搞混 这里是10的 来大家都是16 来16分之8 16分之4 16分之1 多少 13 会小于A 会小于10的 来通分成都是 我也写16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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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6分之8 16分之4 16分之2 好 12 对吧 我有写错吗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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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写颠倒了是不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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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2分之1 4分之1 和8分之1 等一下我看一下 16分之8 4 12 8加4 14啦 靠腰啦 8加4 8加4加2是12 靠腰14啦 北七 哎呀 我拿个板叉叉一下 我拿个板叉叉一下 没有 这北七北七北七 所以他问的是logA的部分 logA部分 所以 所以 所谓的logA 他就要借在哪里 因为这个也是取log嘛 对不对 这也是取log 所以他就变成是16分之13 OK 借在什么 借在16分之14之间 对啊我这边取log 那这边也取log 所以就直接抽值 所以来这个叫什么 k 这个叫什么 k加1 所以k的答案多少 k的答案是不是就是13 懂吗 我这边刚刚出了一个小小trouble 所以这种题目 他都已经帮你设计好了 你就顺顺的把它写出来 不要 你就会看到这种题目 就哦 题目长得好奇怪哦 不会写 没有啦慢慢写就好了啦 好 慢慢写就好了 好吧 因为刚刚我也做了一点小小的失误 让各位同学了解到 好 这种指对数的题目 其实稍微利用一下 就是你认知它的一些计算性 然后再把它譬如说 你就反正它蛮容易跟其他章节混在一起讨论的啦 好 那它跟其他章节混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害怕 你就顺顺把它写出来 其实它蛮喜欢跟那个数据集数一起考的 好那稍微知道一下到底该怎么做 这样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OK 所以如果没问题 我们看一下下面章节 好我们进入到的是平面向量的部分 那平面向量呢 这个东西其实它跟第四侧是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第三侧的最后一个当节叫平面向量 第四侧的第一个当节叫什么 叫做空间向量 再来空间中的平面直线 所以一个不会后面全死 就这样子 好不好 那所以各位同学在做这个当节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基本的东西先把它弄好 OK 考什么东西 第一个超大重点 贡献理论 这个又是必考题 这个几乎都是必考题 贡献理论 三支星星的大重点题目 OK 那包含什么的内分点公式啊 这一些都是 好不好 来再来后面的呢 内积的性质应用 跟内积有关 还蛮喜欢考内积的 因为内积的东西 其实在向量里面算是蛮重要的 好 再来就是所谓的向量的基本加减 把一个向量分成两个向量相加 或两个向量相减 好 还有呢直线求夹角的题目 都给它一支星星 好 这个按照顺序去念它的重点 你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来看好了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吧 他说AB长度是3 AC长度是2 A1 A1 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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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A B1的面积 它是A B C面积的两倍 哇塞 老师 那现在A1向量 这个向量 我要把它分成这两个向量的线性组合 哎 这个很难哦 这个难哦 这个难哦 这个怎么分 我都不会 如果是A珠不就很简单 哎对 A珠很简单啊 为什么 你看哦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写A珠的话 因为这个叫内分比性值 对不对 还记得什么叫内分比性值吗 国中教过 当你看到内分比 想到卡撑 什么叫卡撑 我画一支给你看 我画一个蓝蓝屁股 你看蓝屁股 屁股 很像一个倒过来的屁股 这边是一条三角裤 坐久中间会出现一条缝 左边比右边 会等于左边 比上右边 好 这个我们会最基本的嘛 对不对 好 来所以开始了 我们先从最基本开始了 来这个使用内分点公式 口诀比例何分支 交成何 3加2分支 2来乘上AB 3来乘上AC 2来乘上AB 3来乘上所谓的AC 好比例何分支 交成何 好 来所以这个叫做5分之2倍的AB 再加上5分之3倍的AC 好 那现在问题出现了 老师我会A珠 我不会A1 那也没有关系啊 为什么 因为A珠跟A1 它应该是一个平行的动作嘛 看到平行联想 细数机 所以我们知道A1向量 它一定是A珠向量的细数倍 只是这个细数我不知道几倍 哎呀真是可惜啊 来我问你一个问题 来 这个叫 我这边画好了好不好 我这边画好了 我画一个三角形给你看 底边比是3比2 这个三角形当中的面积比超重要 面积比是向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观念 各位要熟练 我刚刚说我 你告诉我 这个叫3比2 所以这两块比几比几 对 这叫3比2 你有发现 这个叫3 这个叫2 所以如果我们用总面积来看的话 ABC的面积是不是5 ABC的面积是不是5 OK ABC的面积是不是5 所以这个面积是5 2倍的ABC面积会等于AB面积 那AB面积是不是10 所以代表说这一块面积是10 所以3加7会等于10 所以这3块比是不是7比3比2 来 那你从侧面来看 你从侧面来看 你就从头这样子把萤幕转过来 咚咚咚 7比3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一段比是不是7比多少 3 没错啊 那加A珠长度多少 3啊 A长多少 10啊 对不对 A长多少是10啊 所以10是3的3分之10倍 对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答案带出来了 这个叫3分之10倍的 5分之2倍的AB向量 再加上5分之3倍的A C向量 所以这里的5跟这里的5 5约掉5二得10 所以这里变成3分之4倍的AB 再加上 这个叫做3分之6就是2倍的AC 所以这两个是不是可以相加 对不对 所以所求3分之4加3分之6 答案3分之10 所以答案3分之10 那这样各位同学有没有去get到这个概念 有没有抓到这个概念 这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好所以像这个东西呢 面积比其实在向量的先行组合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 各位同学一定要熟练熟练再熟练 OK 好来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后面帮各位同学补一个数B才有考到的东西 我们赶快看一下下面的部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比例这个部分吧 那黄金比例呢 算是数B在高二里面上学期 它比较多出来一个章节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数位是没有讲到的 那它的题目其实也不难啦 你要记得它是数B 它东西不会太难 难的东西在下学期 来我们看一下黄金比例 什么叫黄金比例呢 身高比上 肚脐到脚趾这个比例是1.618 那个数B的同学 这个数字应该背得超熟的 1.618 那身高173公分 下半身长105公分的女性 要符合黄金比例 他必须要穿几寸的高跟鞋 那不然我们这样子好不好 我画一个女生给你看 来这是一个女生 这是一个女生 头发很长 Q三小 来 来我们看一下 他说他的身高几公分 他身高173公分 好所以来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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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身高 来 头 这个身高 他是173公分 他说他的下半身就是肚脐到脚趾 肚脐到脚趾 肚脐到脚趾 肚脐在这边 肚脐 肚脐 这个是105 105 老师你这个比例有问题耶 你管我 我爽 OK 我爽 气死我了 不要不要在聊天室刷一些有点没有东西 快点 来他现在要穿高跟鞋 好我们来给他穿一双高跟鞋 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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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穿一双高跟鞋 不要再笑了 快点 来 高跟鞋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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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跟鞋我们都帮他加了X 我们先用公分来算 我们再把它改成寸 好 所以你这样图形式画起来就很清楚 对不对 来所以 身高 这个时候他就变成了173再加上X公分 肚脐到脚趾就变成了100 105再加上X 他就等于1.618 懂吗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给他这样去交叉相乘一起翻 OK 所以像这种东西他都已经给了非常非常的详细的数字 那你在乘的时候你就不要自己在乘的过程当中 自己将他做一个那个 怎么讲 将他自己做一个概略值 没有你就算得很清楚就好了 就是169.89 好我自己帮你算好 169.89 再加上1.618倍的X OK 所以变成 0.618X 大概等于3.11 所以这个时候X他就等于3.11 除以0.618 好这个算出来大概多少 大概就是5点多 这个5点多 这个叫公分 你不要乱乱 5公分 不是5寸 5寸那个高跟鞋超高 当然有些女生会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十几公分的 对不对 5寸 不是是5公分 5公分大概会是几寸 大概就是2寸 所以你约莫穿个2寸的高跟鞋就会过关 对啊 穿3寸的话会有点高 2寸刚刚好 所以这女生的这个比例蛮好的 他只要穿个2寸的高跟鞋就可以很漂亮 OK 好那像素B的这个部分 你不要觉得他太困难 这个当然素B的很多单元都会跟素A的差不多类似在第三侧部分 那第四侧的话就多了一个这个黄金比例 这个稍微了解一下 好那像有一些就是各位同学可能在素B念的过程当中觉得 这个好像很难就没有就慢慢算 他的问题并不是他的计算非常困难 而在他的题目的阅读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反复多念几次 他的题目慢慢的去看 素B最需要就是花时间把题目看懂 好老师我看不懂 那就多看几次 这个我也救不了你 懂吗 我跟你讲这一题 你懂 碰到下一题你还是不会 这种阅读的能力 不是靠我们这样子教就会了 而是你要大量的阅读才有用 OK 所以素B的同学尽量去培养 这种大量阅读的习惯 大量阅读题目的习惯 因为你会发现素B的题目的特色 他的计算过程都非常非常短 而如果你在看的同学 你有考过去年素B的话 你可以丢出来 你刚才讲真的都是阅读问题 对计算过程真的跟数位比起来会差很多 懂吗 但是大部分问题是你题目看不懂 OK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第三次的课程 好让各位同学稍微了解一下 同样的再过两天 我们就出第四册的部分 赶快把这个影片去分享给你那些朋友 好吧 同样都是考生 学弟妹 朋友 学生 我也很欢迎 或是你的小孩 都很OK 不可能是你的爸妈 爸妈就怪怪的 OK 好来 我们课程到这边结束咯 想要点影片 记得按赞留言 点赞分享 想哪有的新浪课程 想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下方资讯案都要连结咯 我是李翔 有问题 我们来讨论吧 拜拜